特难连线 大雨打在记者脸上 准备连线前突然又一阵风雨 强风刮起摄影记者的雨衣 直接盖住摄影机 扯下镜头上的雨衣后 准备开始武岭亭上的台风连线 目前所在位置就是在南投荷槐山的武岭 那么现场可以看到 今天的风势雨势都是相当的大 其实从荷槐山顶的气象侧站 在上午10点的风力观测来 看测得7级的平均风力 以及10级阵风 风太强让武岭亭的监视器镜头 被吹得几度摇晃 和欢山上风强宇宙 不见任何游客 在转往海拔低一点的亲近农场 掌声给我们的葛兰先生 还有我们的牧羊群 大约50名游客穿着雨衣或撑伞 待在青青草原看绵羊袖 但随后农场做出呼吁 避免游客发生危险 我们已经柔性劝导游客下山 希望游客中午前赶快下山躲台风 同样劝离山区民众的 在台中和平区 警察吹哨拦下这辆车 民众在临到入口处 接受警方劝离掉头离开 不过警方紧盯山区游客动态 早在前一天就展开行动 都有必要 不要再从事三民活动 不止广播喊话 包括骨关七雄在内的16处登山口 全被警方拉起 封锁线封闭 针对辖区登山口 西流河床 加强巡逻 台风来袭 柔性劝离或直接封闭 就是希望游客 好天气再来 三连秀台中南